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有位少女在天水围住 她感染了新冠状病毒是英国变种 意味着40多天本地没有源头感染零确诊又断腩 有些人会觉得那麽多天都没有本地没有源头的感染 有什麽有什麽紧张 又说要封了大厦又要强检 因为大家正在放松,想出去玩,出去吃吃 这个都情有可原 但大家要知道今次感染是没有源头 而且主要是英国变种病毒 这种源于英国变种病毒 问题是传染力比一般最初我们遇到的新冠病毒 传染力大很多 亦不少人会觉得传染力高 我戴口罩就可以了 大家都继续做足公共卫生措施 应该就没问题了 如果病毒变成了高死亡率的病毒 这就更可怕 至今没有听到病毒变得比较危险 没有当年2003年沙士死亡率那麽高 现在怎样变得好 南非,英国,巴西,印度 好像死亡率都没有什么升高 病毒都没有变得危险很多很多 但这个病毒的传染力在2000年的上半年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分别 下半年到最尾区 就发觉新变种的传染力开始明显增加 当然就包括英国变种病毒 大家看到这些病毒 大家又要紧张 又要禁止 又要强檢 真的不太开心 但其实如果遇到这些新变种病毒 传染力高 我们是要稍微小心 今天我就解释给大家知道 为何这件事比较重要 以及为何病毒如果传染力增加 危险程度远远大 病毒的致死率增加 有点数学 今集有点闷闷的 大家多多包涵 看完这条片 最后加了一些猫片 让大家开心一下 我们假设现在社会里面 有一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而R数字 即是传染比率是1.1 大家都知道 R的意思是1.1 就是一个人 会传染1.1个人 即是传染力高低 是用R来表示 另外一个人感染1.1个人 即是一个人感染1.1个人 需要的时间是6天 一个月就30天 即是一个月内 病毒可以传染5代人 另外一个数字就是 例如感染后的死亡率 例如感染后的死亡率 我们当作是0.8% 以我们现在的数字来计算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一个月内 就会有多少人死亡率 我们用这个数字 就是1万人 1.1就是R值 因为R值 只是一个月内 传到5代 所以是1.1的5次方 因为这一月的数字 这一月的1万人 1.1的5次方 就会计算到 一个月之后 就有多少人感染了 新冠病毒 这些人的死亡率 就是0.8% 我们就把这个数字 乘回0.8% 这个数字 计算出来 就是129人 好了 我们接着又计算 假如 一个情况 就是死亡率 就增加了50% 就是说本身的感染死亡率 就是0.8% 现在突然间 出现了一种新变种病毒 假如 这个新变种病毒 死亡率 就是大增50% 好 我们就计算一下 这个数字 我们又照样计算 1万人 那个传染率 就是R值 仍然是一样 一个月内又存5代 所以1.1的5次方 这和上高是一样 这一部分是一样的 但是感染死亡率 就增加了50% 所以我们的感染死亡率 就要成大了 就是本身是0.8% 又要成1.5了 就是大了50% 就成1.5了 这个数字 计算出来 就193人 就是说 即使病毒真的变成 现在有一种新变种病毒 即是香港变种病毒 即是香港变种病毒 传染率 增加了50% 那我们又照样计算 一个月死亡的人数 有多少 按照样 现在我们有1万人感染了 但是我们的R数字 即R的传染率 就由1.1增加了50% 那就说1.1乘1.5了 因为一个月内存了5代 这个数字又是要5次方 即是说自己乘自己5次 那就有5代 那就会计算 一个月内感染的人数 死亡率因为一样 和原本一样 都是0.8% 那就乘回0.8 那我们计算出来的数字 就变成978人 这个死亡的人数 就多了很多很多很多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传染力 即是说传染的过程 是几何级数的上升 即是1.2.2.4.4.8 传染的速度是相当之快 如果传染率 即是Transmissibility 如果它升高 升高了的话 最终在一段时间里 引起死亡的人数 就会多很多很多 但是如果感染病毒致死率 增加就不是几何级数的上升 所以最终就算病毒 如果致死率增加了 在一段时间里 引起死亡的人数 就不会增加得太厉害 大家常常有一个错觉 就觉得病毒的致死率 都不是很高 传染力有什么所谓 其实真的不是无所谓 现在既然有这位女生 感染了新变种病毒 大家都要零射小心 出去玩 出去吃饭 去哪里的时候 都要谈慎 不要想着没事 总之都是那句 抗疫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如果你觉得这片有用 请你留言 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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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